充滿俄羅斯風情的俱樂部 許多俄羅斯移民一起高歌 跳舞 這裡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熱鬧的城市 杜拜 在2022年2月 烏爾戰爭爆發之後 成千上萬的俄羅斯人搬到杜拜 展開新生活 杜拜甚至有一個區域被稱為俄羅斯小鎮 融合了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文化 讓許多俄羅斯人能夠感受家的氣氛 從全國內aları開業 空中的 backlog 通過州的開別 中國中國國家對 tegenuktuk 日oms 從之間贏國內 pouring new companies out of Russia 尤其是開放了國際間營業 過lü folk 社會use to the places where they can live better where they can achieve more 杜拜 作為熱門的旅遊景點 長期以來一直深受俄羅斯人喜愛 而在烏俄戰爭爆發之後 阿聯是公開不執行西方 對俄羅斯制裁的國家之一 因此成了許多俄羅斯人的避風港 烏俄戰爭爆發初期 許多俄羅斯富豪的資金 湧入杜拜 推升當地房地產價格 而根據杜拜當地房產公司表示 近期許多俄羅斯人 正在出售 他們在過去兩年購買的房產 被視為市場的修正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Hello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